小米链 小米 大姐夫吗 你赶紧回来一趟 你快点回来 别废话 家里出事了 我跟你说话 你听不见 你干嘛呀 人人打排位呢 我跟你说 你玩个游戏不要紧 小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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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田奔奔是白回来了 二姐夫 你说谁回来了 不玩了 田奔奔回来了 二姐夫 奔奔啥时候回来的 他八点钟下的飞机 你干啥去 我出去转转 去物业转转 让你管 别去了 你和笨本不合适 人家笨本不会喜欢你 二姐夫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他喜不喜欢 我是他的事 我喜不喜欢 他是我的事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他为什么 不喜欢你吗 为什么 坐下 你俩都是大学生 人家是物业公司的总经理 你是代业女青年 差距太大 人家怎么可能集中你 那怎么办呢 我今天就是拯救你来了 玩游戏 跟着二姐夫一块创业 成为一个女商业界的奇才 我保你两个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开 那怎么做呀 小道消息 咱们物业有三间门面房要出租 我打算把它租下来 我要搞一个高档的餐厅 让你当副总经理 年薪三百万 三百万 二 还是欧远 欧了 欧远 我都动不起 我欧远 哎 二姐夫 那你说这事能成吗 成不了 啊 你不是啥呀 嗯 半本不同意啊 奔奔 奔奔在我一上午的死缠烂打下 他已经妥协了 那 那是我大姐夫不同意 你说对了 就是这个赵刚的 他又气死我了 他主要是嫉妒你 我跟他一说 你当这个副总经理 哦 又那个头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个家里边我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 你再成为女强人 副总经理 他还能恍吗 他 不会吧 不会吧 我告诉你 小米灵你这样 你马上回屋 你仔细听着 他一会就回来 我让你亲自聆听一下 他是怎么嫉妒你 他 快去 回来了 快去 快去 不是 我跟你说啊 田经理啊 我家里有点急事 我先回家了 你要是有事的话呀 你到我家找我来 好吧 好嘞好嘞 好嘞 是这样 顺帆 家里出什么急事了 赵刚的 你那个胳膊肘 怎么拉往外拐呢 我往外边拐什么了 我 那三间门面房 怎么就不能给我呢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不是 你说清楚怎么呢 你坐这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三间门面房不能给你 怎么就不能给我 我又不没法 我正当手续来 我开一个高档餐厅 我让小米粒当副总经理 怎么不行呢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让谁当副总经理 小米粒 小米粒当副总经理 怎么着 开什么玩笑 家里有人吗 没人 一个人没有 没人呢 我跟你说啊 小米粒怎么能当这个副总经理 怎么不能呢 大学毕业 人才 不是 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可什么都没干 一直在家里 他当副总经理 合适吗 你那个意思是 小米粒大学毕业以后 一事无成 就在家里囚着 什么都不干 没事 你喊什么呀 所以他俩人 我 我当然 我为我小姨子叫蛆 我要帮助他 你拉倒吧 你帮助他 这么多年 你帮助他了吗 我一直在帮助他 而且我要促成他 和田笨的甜蜜爱情 你没毛病吗 你 我没毛病 他们俩人甜蜜爱情 怎么了 他们俩人能在一起吗 当然能了 他们俩人就不肯再在一起 为什么 你 张老婆 钱春风 你不说家里没人吗 我逗你玩的 张老婆 你凭什么说我好之懒做 一事无成 赖你胡上挑啊 他说的你 我都亲耳听见了 赵刚子 我还告诉你了 今天这个副总经理 我干定了 对 三家门门房 必须给我们公司 对 今天必须给我们个答复 不然 我让你在这个家 再无利俗之地 我让你成为真正的一块烂泥 给你三分钟考虑 三分钟以后给我答复 你听你大姐们跟你说 小米烈啊 小米 财富服 你就坑我吧你 我喷死你 干好了 吴志强 烂泥好好想想 三分钟 完了 这事完了 这打掌这天塌下来了 这是 邦哥 我有点急事啊 你得帮我出 田经理 你先别说呢 我现在有个急事 是这样 我跟你商量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呢 那三间门面房 就先给顺峰吧 这不都商量好的事了吗 你来你来 我跟你说 现在情况有点突然的变化 这钱顺峰啊 他使了个计策 他让小米丽 当这个副总经理 刚才小米丽跟我说了 他要干这个事 小米要是一上手啊 我就不好做 这他傻事啊 不是 不是顺峰嘛 让他当副总经理 明白不 我说他不合适 就为这事 他刚才都给我挤眼了 什么事啊 邦哥 小米丽这个事 我帮你搞定 小米丽你搞定 钱顺峰我搞定他 偶了 张猫子 咱们人到了 考虑完了没有 这个 那个 田经理来咱们家了 必须得 好好考虑一下 不着急 再说了 这个事也要好好征求一下人家田经理的意见了 小米丽 小米丽 你还跑往哪儿跑 二姐夫 往哪儿跑 不是我 傻子看 哎呀你说你温柔点不行吗 多分了 说话弄 怎么了这是 我跟他 大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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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给我个说法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跟我倒礼物去 那是咱俩的战场 走 不是他要跟我谈 小米丽 我要跟你谈一谈 二姐夫 我现在没功夫顾你 你的战场的那头 听见了吗 你的同盟说了 你的战场的礼物 走走走走 我给你谈一谈 来来来来 咱俩 咱俩到礼物 好好谈一谈 回来了 是啊 咋才回来呢 刚才 我听你大姐夫说你几眼了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我刚才就跟大姐夫 这样来的 原来是几眼 我就说嘛 我认识的小米粒 怎么能几眼呢 坐吧 哎 哎 哎 别动 哦 好帅哦 这回坐吧 哎 哎 听说 你要当你二姐夫的副经理啊 啊 我不是觉得 我应该干点事吗 我是觉得你现在干这副经理 还太年轻 啊 你是说我还嫩呗 我知道人家还很嫩呢 最主要的呀 我们不能把房间租给钱水峰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安排 对 不能租给他 你要是租给他了 我都不乐意呢 真是的懂事的你 只要你不喜欢我去做的事情 我都不会去做呢 嗯 嗯 嗯 啊 玩得不错吧 哎 同样能当节目啊 哈哈哈哈 办办 哎 刚刚 咋样啊 咋样 搞定 好了 搞定 必须的 是吧 来来来来 过来 给人家甜情礼道歉 快去 哎 对不起啊 哈哈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这一上午就缠着你了 但是这个三间门面房 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啊 二姐方 撒开我的笨笨 我告诉你啊 门面房的事 你想都别想 货租给你了 哎 你不想当副总经理了 当什么副总经理啊 我还年轻呢 人家还嫩呢 这刚才发生了什么 都是爱情惹的货 真狗 哎 哎呦 哈哈哈哈 张总 哎呀 哎呀 我说物业怎么没人了 都跑这儿来了 是是是 张总 你怎么来了 钱啊 哎 我听说 你不太高兴 我没法高兴啊 三间门面房 说什么都不租给我 怎么了这是 因为他们租给我了 我什么都不说了啊 恭喜发财 哎呀 哎哎哎 哎 你干什么这么阴阳怪气 不正明白 你听人家张总 把情况说清楚了 你再走 好好好 你说你说 老钱啊 哎 是这样 嗯 那个我妈妈住在这个小区 知道 我呢 没事就回来看看 经常出差嘛 可是呢 我每次回来啊 我就特羡慕你们这个家 你说又老的 又小的 大家一起高高兴兴 其乐融融 你看我妈妈 就那么一个老人 后来我一调查呀 咱这小区这样的老人 还挺多的 是 你说我原来啊 我一直在赚钱 但这次啊 我想用这三间门面房 我开个老年活动中心 哦 我让这些和我妈妈一样的老人 免费在这玩 免费在这吃 我要他们永远也不孤单 好 好 好